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药报,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李强捧习达到了新高度,说全面脱贫是千年得正 李强定新规,国务院少开会,多学习习总的重要讲话 东北药王朱吉满被追战,北京悬赏1.1亿买线索 北京释放大基金高管陈大同应对晶片索猴 建南村掌门人乔天明被定罪,遭判5年重罚4亿 深圳几下上海,越居中国工业第一城 香港发政策宣言,吸引国际富豪家族 法国禁止公务手机上出现TikTok,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星期五 也就是3月24号的时候,主持召开了中国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确定中国国务院2023年重点工作分工 会议研究优化完善部分阶段性的税费优惠政策 并且审议了三农重点任务工作的方案 会议又通过了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和中共的一号文件重点任务工作方案 并且强调说要深入的贯彻习近平 在中共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确保全年的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最后李强强调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是中共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 是千年得正 必须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 继续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全面抓好政策和工作落实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平的底线 要强化促发展的导向 财政支持项目安排 帮扶政策都要紧紧围绕发展来谋划和实施 要保持过渡期内主要的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及早谋划过渡期后常态化的帮扶机制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国务院定新规 少开会多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在3月24号的时候公布了新的国务院的工作规则 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由以往的一班每个星期召开一次 改为一班每个月召开两到三次 并且建立学习制度 重点围绕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以及要求 根据中国内地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政府网的微信公众号在3月24号的时候公布 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工作规则的通知 该通知于3月17号中国国务院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报道表示这次公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在会议制度部分调整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的次数 新版的规定定名 中国国务院实行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度 国务院工作当中的重大问题 需要经由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以及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来讨论决定 而新版的规定还定名 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2到3次 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召开 根据会议议题可以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报道说 对比2018年6月份通过的国务院的工作规则 当时规定国务院常务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 即现在常务会议恒常召开的次数减少 报道说 新的规则也定名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的五项主要任务 第一就是讨论需要提醒中共中央审议决定的重要事项 第二就是讨论需要提醒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的重要事项 第三就是讨论法律草案审议行政法规草案 第四就是讨论通过以国务院的名义印发的重要规范性的文件 第五就是其他需要提醒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通报的重要事项 报道说 2018年版的规则只列出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三项主要任务 包括了 一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当中的重要事项 第二就是讨论法律草案 审议行政法规草案 第三就是通报和讨论其他的重要事项 而新的规定也列明国务院建立学习制度 一般每两个月安排一次专题学习 由国务院的总理来主持 国务院的领导和各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参加 学习主题由国务院总理来确定 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指示要求和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增强知识本领提升履职能力 好 再来看一下北京悬赏1.1亿捉拿东北药王 朱吉满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玉衡药业的负责人朱吉满 曾经有东北药王黑龙将首付之称 在3月23号的时候 因为不履行法律义务 遭到了北京法院发布了天价悬赏的公告 举报线索者最高可以获得人民币1.1亿元的赏金 综合中国内地媒体每日经济新闻以及界面新闻的报道说 北京市的第二中级法院在23号的时候公告表示 在执行共青城盘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申请执行前东北药王黑龙将首付朱吉满白利会议案当中 因被执行人拘捕履行 生效法律文件确定的义务 依照规定发布了悬赏公告 公告表示本案执行标的的金额为人民币约11亿元 如果举报人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线索并且经查证属实 依照执行到位的金额的10%予以奖励 由于举报者最高可以奖励1.1亿元引发了关注 根据中国金银报的信息表示 1964年出生于陕西的朱吉满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 1988年到1992年 在西电医院眼科服务与白利会是夫妻的关系 1993年朱吉满辞掉了铁饭满改创业做医药代理销售 2000年的时候 朱吉满买下了濒临破产的黑龙江康复研究所的附属药厂 并且改为了育衡药业 是黑龙江省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2004年研发出了一种原盐药 列入了中国的国家医保范围 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2009年 玉衡净利润突破了1亿元 2010年6月23号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玉衡上市以来 先后购买了哈尔滨的蒲公英药业 还有奥诺制药以及上海华拓等40多家的医药企业 让朱吉满有东北药王 黑龙江首富等一些称号 但成也并购败也并购 玉衡2019年爆债五违约 2022年11月份的时候宣告集团破产 好 再来看一下北京释放大基金高管陈大同 应对晶片所候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视的报道说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信息说 中国政府释放了去年新风暴基金被带走 而中国政府释放了去年新风暴基金 关押了八个月的顶尖晶片投资人 元和蒲华的管理合伙人陈大同 因为中国需要晶片专家来协助应对西方的严厉的制裁 金融时报在3月24号的时候引述了两名执行士的话表示 元和蒲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合伙人陈大同 本月获释 报道指出 元和蒲华是一家人民币100亿元的投资公司 已经为150多家的中国晶片公司提供了种子资金 在中国晶片业当中处于领导的地位 报道指出 陈大同在2022年的7月到8月 中国掀起新风暴期间被带走 中国为了促进中国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于2014年由中国的财政部等出资成立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俗称大基金 其后传出了中国政府对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半导铁产业发展 都没有能够取得突破 感到愤怒 在2022年对大基金及相关的公司进行了调查 拘留了十多名晶片高管和官员 元和蒲华是获得大基金资助的公司之一 陈大同也是大基金投资委员会的独立成员 报道指出 因应美国限制中国获得有关晶片的高端技术 迫使中国这几个月以来重新的思考要支持半导体业的发展 也令中国决定尽快的释放陈大同 报道指出 陈大同将元和蒲华超过80%的投资 用于寻找和发展中国国内替代外国技术的产品 是中国受到美国收紧出口管制下 打造出本土晶片产业的重要举措 报道引述了一位约68岁的科技私募基金的高管的话表示 中国充满想投资半导体的政府基金 但是缺乏像陈大同一样的专业投资者 报道说 陈大同1995年共同创立了豪威科技 是一家在纽约上市的相机晶片制造商 十年之后 陈大同与中国国有企业合作将该公司私有化 陈大同于2014年放弃了美国国籍 致力于协助中国晶片业的发展 报道表示 不清楚陈大同被长期关押的细节 中国当局可以在法外系统当中将人关押数月或数年 然后才移交法庭进行正式的起诉 有缘和谱话的员工表示 陈大同获释是好消息 但是认为他不太可能很快就会回到办公室 现在讨论他未来的半导体投资计划为时过早 陈大同也没有回应金融时报的查询 报道说 中国半导体业去年掀起新风暴 多名与大基金相关的业界高层被查 包含了晶片业的大佬陆军丁文武 当时有分析认为 风暴除了揭示中国半导体发展缓慢之外 也显示了大基金运作模式缺乏严格监管 贪腐滋生 好 再来看一下建南春的掌门人乔天明 行贿私分国产 遭判五年 重罚四亿 来自相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酒厂建南春集团的董事长 乔天明涉嫌行贿 私分国有资产案星期五 也就是3月24号的时候一审宣判 乔天明两罪罪成 其中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共和执行有期徒刑五年 罚款人民币4亿元 私分国有资产及相应的收益 予以追缴返还给四川省的棉竹市的人民政府 报道说四川乐山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在3月24号的下午一审公开审判 经审理查明 被告乔天明于2001年的1月4号 经棉竹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四川建南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2003年的时候建南春改制 乔天明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在2006年到2012年期间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务共计人民币38万元 改制期间被告伙同其他人 通过伪造财务资料等些方式 藏匿国有资产两亿多元 归改制后的建南春公司所有 法院认为乔天明的行为构成了行贿罪 以及私分国有资产罪 所以做出了上述的裁决 中国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部分的群众代表 旁听了宣判 报道说现年74岁的乔天明 1982年进入建南春酒厂工作 一路升迁 2000年做到了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 党委书记的职位 但是在2012年乔天明推出了职工股权信托计划 职工的股东身份被剥夺 引发了双方的矛盾 建南春员工停工抗议各级上访 2015年乔天明接受了纪委的调查 并于2018年被起诉 好再来看一下深圳几下上海 跃居为中国工业第一城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视的报道说 根据中国的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公众号 南财号在3月24号的时候报道说 深圳跻身中国工业第一大城 因为去年深圳的工业增加值达到了人民币 1兆1300亿元 首次超过了上海的1兆0800亿元 报道表示 这是依据中国各地陆续发布的统计的公报 所披露出来的各产业的GDP的数据 2022年中国工业十强城市 其中深圳上海苏州率先基深万亿工业GDP俱乐部 其他依序为重庆广州佛山宁波无锡东莞泉州 而位居前三名的上海深圳苏州 向来是中国工业体量最大的城市 彼此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你追我敢 按照惯例上海独占凹头 深圳还有苏州是各有所长 报道表示 没有想到因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原因 使得上海维持独岭风骚多年的局面被改写 因为深圳工业增加值于去年首次超过了上海 而成为了中国工业第一大城 而谈究原因报道指出 疫情显然是不容低估的因素 除此之外 深圳早期的产业布局最终得到了丰收的时刻 因为深圳深耕电子资讯产业 再加上近些年以来 新能源应用成为了当代的显学 促使深圳赶上了上海 报道也指出 一个比亚迪就足以说明一切 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企业 堪称2022年汽车行业的最大搅局者 一年卖了180多万辆的新能源车 超过了特斯拉 涌夺全球第一 受此激励深圳颇具规模的汽车制造业增加值 狂增104.5% 堪称稳工业的最大贡献者 此外深圳不止新创产业大型其道 极为传统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对于这个南方的城镇超过上海的贡献也是不菲 数据显示2022年深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比去年同期增长13.6% 超过4.8%的工业增速 深圳本土并没有石油资源 但是中海由深圳分公司在南海东部的油田开采 部分最终进入到了深圳的GDP 显为人知 当然石油产业只是锦上添花 深圳的工业仍然以电子资讯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为主 这些高新制造业才是深圳的真正的根基 好 再来看一下香港发政策宣言 吸引国际富豪家族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香港当局为了吸引海外的富豪家族来香港发展 在3月24号的时候发布了政策宣言 从投资范畴居港权还有税务豁免等方面给予了优惠 港府公布的有关香港发展家族办公室业务的政策宣言 就建立全球家族办公室和资产拥有人的蓬勃生态圈 说明政策立场和措施 所谓家族办公室是指的专门为富豪家族提供 投资管理和财富管理的私人公司 目的是为了帮助富豪家庭实现财富的跨代增长 而家族办公室的理财资金来源为家族的自有资金 香港政府在宣言当中公布吸引家族办公室来港的措施 包括了在原有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的基础之上 来港投资范畴涵盖在港上市的股票 由香港上市的公司政府或者是由政府全资拥有或部分拥有的实体 发行和全面保证的债券 认可机构发行的后长债券还有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 报道说除了以港币计价资产之外 港府也会考虑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 如果成功申请 申请人可以与配偶及其未婚受养子女来港居住和发展 相关的计划详情稍后会公布 如果获得了立法会的通过 由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投资的家族投资控权工具 将获得利得税豁免 政府下一步将检视当前的有关基金和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 其他的还有向家族办公室提供便利市场措施 成立香港财富专程学院 为行政从业人员和财富继承者提供人才培训的服务 报道说同时在国际机场要设立艺术与真品储存 展览还有赏见的设施 使资产包括艺术品的全球家族办公室 在本地的艺术生态圈当中得以受贿 把香港发展成为慈善中心 为全球家族办公室和慈善家调配资产资金等等 香港财政司的司长陈茂波表示 相关的政策宣言展示港府把香港发展成为 全球领先家族办公室的枢纽的决心 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在其首份施政报告当中也表示 希望在2025年底之前吸引至少200个家族办公室 在香港开设业务部或者是扩大业务 报道表示过去三年在中国大陆抗击疫情的政策和旅游限制的冲击之下 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行业明显的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其他的亚洲金融中心 比如新加坡在发展家族办公室方面 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报道指出近年以来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的数量 从2020年的400家增加到了2021年的700家 好 再来看一下法国禁止公务手机上出现TikTok 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法国公共职能与转型部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 政府将于3月24号也就是星期五开始禁止 在250万国家公务员的公务手机上 安装和使用娱乐性的应用程序立即生效 这一决定尤其涉及到了TikTok Twitter 还有Inscreen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 以及游戏和在线的视频应用程序 法国公共职能与转型部的部长盖里尼 在星期五也就是3月24号的时候通过推特表示 为了确保我们的行政部门和公职人员的网络安全 法国政府已经决定禁止国家官员的公务电话 使用娱乐性的应用程式 比如TikTok 另外该声明还指出事实上娱乐性的应用程式并不具备部署在行政设备商所需要的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的水平 因此这些应用程式可能对这些行政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的数据保护构成威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好看